我自己本來就是做金融的 覺得說有時候一個人在晚上 看美股很無聊 如果有個地方可以喝一杯 然後又可以跟別人討論一下的話 會是一個我夢想中 滿適合工作兼休閒的場域 然後他有一天就提案給我這個案子 說餐酒館 然後類似像這種酒吧混合在一起 可以讓大家交流的一個空間 當天就很有興趣 就說好那我們來搞這一款 吳酒為了實現心中的渴望 找到一處地段精華 但是屋領老舊 無高低矮的夜樓空間 希望在這個場域裡 設計師能賦予他不一樣的生命力 這個空間我們想要的是 給年輕人聚會的一個場所 結合音式古典 神秘港 俱樂部 兄弟會 加上金融這樣的感覺 我們在地面外觀的部分 做了一個滿有趣的對比 場面的部分我們選了帶有金色質感的特殊塗料 然後下去呈現它所謂有一點奢華 有一點尊榮的感覺 但是我們在地平的部分保留了最原始的水泥的質感 反而讓它的奢華感沒有這麼有距離 旗樓的前方我們放上了多媒體的螢幕 我們從螢幕外觀可以看到整個延伸鏡店面的設計 讓人家知道說我們在這間店其實不是一個單純吃飯的餐廳 它是可以做一個資訊交流的地方 整個設計的發想是來自於紐約證交所的交易檯 其實場域的限制我們沒有辦法做原型 所以我們就用子彈型的方式來呈現它 整個吧檯的上方留下了一個跑馬燈的設計 那這個跑馬燈在我們整體的設計上它佔了一個蠻大的重點 就是它在晚上的時候它其實可以及時去更新一些美股的指數 那讓大家在這裡用餐的時候它可以讓大家有一個聊天的話題 材質的部分跑馬燈其實是一個很黑色很大的亮體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在吧檯的設計上其實用了蠻多的像食材面 那紡織青銅面的一個美耐板 包含說像金色的塗料 吧檯的一些收尾我們用了杜泰的金屬 那可能在這樣子的感覺之下它會比較適合 比如說我們講的比較奢華 比較英式古典的氛圍 吧檯中間剛好卡了一支2米1的梁 那它相對是整個空間最低的地方 那我們從門口看進來 其實我們吧檯是一個還蠻大的視覺焦點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視覺被中斷在這個梁的高度 所以我們把整個的用戶型的感覺延伸到了樓板的高度 所以相對進來之後 雖然我的梁下相對是低的 可是因為我在金色這個部分做了一個很搶眼的設計手法 所以我的視覺是直接被帶到最頂端 而不會在梁這樣的高度備受限制 感受最深刻的時候是因為我那時候跟David 我們有來找很多店面 然後那時候他找到這間店面是他找的 然後那間店面其實一進來的時候就很壓迫 因為這才2米多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跟設計師這邊磨合很久 就想說這空間到底要怎麼把它用得很豪華 那一開始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這個地方很難把它變得好好化 但是後面呈現出來 就有一點出乎我們的意料這種感覺 我其實最喜歡就是這個跑馬燈 因為我覺得它很有特色 你提供資訊有很多方法 有電視 有報章雜誌 其實一般坊間的店大部分都有這些東西 可是今天要做一個這樣的跑馬燈 可以做一個即時的報價 這個是蠻困難的 而且還要融合在這樣 比方說音式風格的設計元素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跑馬燈 其實反而在融入在這個空間裡面的效果 比我一曲中來得好很多 然後同時它的功能性也很強 其實有時候如果有人過生日啊 或什麼時候上面也可以放想打的話 甚至未來如果有人在這邊做求婚 或什麼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我們對這個空間的想像 不希望它只是一個很單純的餐酒館 我們希望它可以是一個聚會的場所 辦展覽的地方 可以是一個有說明會 或是有一個課程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空間的配置上 會把吧台跟各個區域的連結呢 讓它是很通透的 不會有太多的隔閡 在客戶區的規劃上我們分了幾個動線 那從前面入口出進來之後 我們的站立區 那其實當初這個部分 為什麼會考慮用站的原因 是因為當我們今天客戶人多的時候 我可能在做後客 我可能可以在這裡 就是稍微做一個等候的時間 那帶進來之後我們分成幾個區域 從吧台開始我們把我們所有的位置 做得其實相對寬鬆 因為我們吧台的椅子數量並沒有很多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優點 是在於說今天人多的時候 我們在吧台其實可以用站立的方式 所以其實它整個在吧台上 它可以容納的人數是相對是變多的 每一個卡座區 其實我們當初留的位置 其實都算寬鬆 所以我們其實在算整體的空間人數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把它抓得非常的滿載 外廠整個區域 廠區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看到除了黑色金色以外 我們的主軸其實是放在綠色上面 那主要這個原因是因為 相對綠色絨布 它給人家奢華的感覺 加上我們在眉骨長疊的部分 長是綠色的 那再加上我們吧台選用的材質 其實青銅色也是帶綠色的 我們希望它整個氛圍是 我們在這樣子的色調上 它是可以符合眉骨 然後它有長的一個觀念在 我們整體的風格其實還是走在 比較現代混音式的一個古典 包含我們看不到我們的吊燈 當初為了消弭 它每一個卡住去上面的 梁柱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吊燈 有滿多種大小 滿多種款式 然後配合鏡面的效果 去做一個呼應 動線或客人的舒適度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掌握的 所以其實這時候就非常需要 有設計師專業的知識 來補助我們自己天馬星空的想像 現實面跟實際面還是有差別 那它其實很多面 它幫我們打入到現實裡面 就是比如說動線 然後座位數 然後我們這樣可以比較好 規劃我們的行程這樣子 這個案子其實對我們來說 算是一個滿大的挑戰 因為它從平面到整個空間的規劃 包含到陪客戶去挑了餐具 所以我除了把我們自己當成業主以外 我也把自己當成一個客戶 我覺得可以來到這個空間 我會想要什麼樣子的空間 我會覺得在這個空間 我在用餐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子的感受 相對它比較能夠去吸引到 可能我們的客戶想要的 專業性的客戶 我會把我們自己當成是經營者 然後我怎麼樣來創造這個空間 是我想要的 而且是會讓人想要走進來的 其實這是我們設計的初衷 想看更多精彩的設計作品 請上網搜尋設計家